身上长了油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伟 陕西省第四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身上咱们长油实际上非常常见 尤其这几年的油是越来越多 咱们最常见的油有寻常油 有扁平油 有传染性软油 还有一些纸油就长在脚上的 还有长在甲周围的叫甲周油 另外长在生殖器部位的也叫尖日湿油 还长着老年人长在面部的也叫老年油 长到这个油之外 看到这些油之后呢 咱们呢最好呢就是到医院 可以考虑用这个激光或者冷冻 可以把它就是说小的话 可以把它用这些方法来给它清除掉 如果特别大的那种油的话 咱们要考虑手术 另外呢还对一些顽固的油 比方直油 还有一些容易复发的油 比方这种尖日湿油 咱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光动力治疗方法 对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 咱们就是表皮的这种油的话 咱们用眼睛 皮肤科医生眼睛一看就能识别它 有一些但不典型的油的话 咱们有这个皮肤镜 可以把它放大 可以看它细微的一个结构 另外还有一些可能 就是可能合并有其他的病变的 比方还有可能激发的一些皮肤的一个肿瘤的 那咱们可以把它就是用手术切下来 给它做个活检 看一下从病理去做一个诊断 咱们知道这个U呢 它是病毒引起的 所以它是有传染性的 平时呢 咱们自己得了U之后呢 尽量不要去跟家人接触 尤其公用的衣物 还有就是直接的密切的接触 都有可能传染上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咱们生殖西部位的U 像这尖医食U 如果你通过性接触 也会给你传染给你的性斑 你都知道对我来说 第三季词 所有人的物 zn N��ark 来说